距离香港学联下的通牒时间越来越近 香港目前的状况如何 有没有什么新的状况发生呢 马上把时间交给记者岳佳妮告诉大家 佳妮 是的主播各位观众 其实呢学联在凌晨的时候 启动这个包围香港特首办公室的时候呢 现在可以看到呢 其实周遭的人是越来越多 比起早上还有中午的时候 现在人潮是陆续的涌现 为什么要包围这个香港特首的 其实这个办公室呢 就是梁振英平常办公的地方 因为呢他一直都没有回应 其实也开出了一个最后期限 就是今天晚上的12点 那其实在稍早的时候呢 这个包围的过程呢 其实是有发生一些冲突的 那在警民对峙的部分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激烈 因为呢这个民众包围的是 香港特首办公室 警方当然不敢大意 而且是在凌晨的时候就已经包围 所以呢警方呢 也赶紧调派人力要来增援 那其实呢陆续的运送了一些东西进来 但是呢同学非常的紧张 因为他们不太清楚说 里面到底送的是什么东西 那所以呢同学呢 是不想要让这个警车通过的 尤其呢这个警车后来证实呢 其实里面呢是有 大量的橡胶子弹跟这个烟雾弹 因为呢警方呢 这边是在下午的时候 召开记者会是说明说 其实如果民众呢 要做出这种占领行政机关的动作 他们一定会果断执法 那其实现在呢同学呢 也赶紧号召民众 因为他们最大的后盾呢其实就是示威抗议的人士哦 那现在呢同学呢是赶快 其实这个现场呢香港特首办公室呢 离这个金钟的抗议现场大概只有八分钟的路程 所以呢许多的同学呢就呼吁说民众赶快用步行的方式来前往 所以可以看到现在越晚人是越来越多的 不过现在知道说警方可能会动用武力 其实大家也非常紧张 所以呢他们就自备了一些阴影的东西哦 其实除了面罩除了口罩以外呢 他们现在呢也制制了这种简单的防烟面具哦 可以看到他其实是非常的阳纯 他是用一个N95的口罩呢搭配一个这个保特瓶哦 保特瓶呢把它这样切拌的方式呢 然后来当做一个防毒的面具哦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访问一下同学说 如果随时都有武力可能会使用的话呢 那现在呢会不会担心 同学不好意思我们想问一下哦 其实现在大家都在发这个 那可能情势是一触即发 那会不会担心等一下警方强制用武力驱离 我也不太担心的 因为我做了一些心理准备 因为在28号的时候 都发生了一些暴力的冲突 所以我也不太担心 也有一些心理准备 可以看到呢 其实还是有同学坚持要留在现场 那越晚的时候情势可能会越紧张 那我们也会随时为您掌握最新情形 所以我们也会看到这些心理准备